哈喽大家好 非常欢迎大家今天来到了我们的 和我一起DIY创意灵感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呢 是想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棒的这样的一个雪人 它是一个非常柔软的一个软硅胶 或者是软陶土 最有意思的地方呢 就在于当你把它呢 像我们雪球做雪人一样 做出来之后 它会和我们雪球做出来的雪人一样 慢慢的融化 然后感觉呢就像被太阳呢 是慢慢的融化了的雪人一样 然后它会慢慢的融化成一滩的这样的一个水 我们呢先今天可以先跟大家进行一个 这种尝试的一个展示 希望你能够喜欢咯 然后在上面的话呢 可以把它拉开来 非常非常的棒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边 这边的话呢 还可以给它进行一个抛制 让它扔出来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我们可以用它呢 制作出多少个这样的一个小雪球 可以在上面呢 是做出各种各样的一个这种的小的圆圆球 然后这边是大概是要像搓我们的小的糯米团子一样 把它搓成圆圆的 搓成一个像我们的小的汤圆一样 搓成一个像我们的小的汤圆一样 所以我们这边呢一定要加油小心一些 我们可以再来这边呢试一下它的第二个水球 好了 我们再给它做一个它的鼻子 它的眼睛 我们这边呢是要给它再进行重新的进行一个塑造 还有它的胳膊 还有它的胳膊 还是比较的可爱的 好了 我们的小雪人呢 现在是差不多做出来了 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它的这个小雪人呢 是要花多长的时间 才能慢慢的去给它全都融化开 我们这边呢也是看着时间 在这边呢是慢慢的给它 在这边是进行一个计时 慢慢的可以看到我们的小雪人呢 是渐渐的已经融化在了这个小的这个地上 在等待的时候的话呢 其实我们也可以仔细的观察一下它这个融化的这个形状 真的是感觉是像太阳底下的这个小雪人一样 是在这边呢进行一个慢慢的融化的哦 我们再来给它进行一个静静的等待 好了 那大概是20分钟左右 我们的小雪人呢 是基本上全都融化掉了 我们可以把它的眼睛啊 还有胳膊啊鼻子啊全都给它取下来 好啦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呢 如果喜欢的话呢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一个大拇指向上的赞 或者是可以直接在视频的下方呢给我们留言 告诉我们你们所喜欢的视频 所喜欢的内容 所想要看到的玩具等等等等 都可以在视频的下方呢告诉我们 我们下期再见